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题色散的概念 好 他说呢 这个红黄蓝三种颜色对玻璃的折色率是这样子 好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一排 对不对 加一排 就是这三种颜色色光 在玻璃里面的速率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V就是 C除以N 对不对 在折色率越大的介质里面的时候 它的光速就会越小 对不对 所以这个红色呢 它是光在这个真空里面是C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C除以1.513 C除以1.517 C除以1.528 所以我们来排一下它的速率 这个蓝色的是不是N比较大 所以它是对应来讲它的速率是最什么 小 那反过来红色的N是最小 所以它对应的速率是最大 那黄色就是在中间 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哦 速率越慢的 这个光呢 从空气里面折进去的时候 弯曲程度应该是要越明显 好 老师再画一次 下面是水 上面是空气 那我们看蓝色的光 进来的时候 因为在水里面的速率跟空气差距很大 这是慢很多 所以折得越厉害 那红色的用一样的角度进来 它不太会转折 因为它在水里面的速率跟空气比较接近 但是都会往偏向发现 好 这样这个图呢 稍微记一下 就是偏蓝色的光 因为光速慢 所以它从空气进来转折明显 反过来从水里面往空气射 它也是会转折明显 因为折射的原因就是速率差距嘛 好 所以问呢 哪一个图是对的 那这三个呢 都叠在一起 A一定是错的 B也是错的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个C的话呢 来 C的话要注意 我们先看这一个地方 先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第一次 大家都一样 叠在一起 万俊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色的是转折比较多 好 所以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蓝色转折比较多 那这个地方呢 怪怪的 对不对 黄色是不是走直线 不可能走直线 所以这个错 然后 这个地方进来 蓝色转最多 红色转最少 对不对 那最后出去的话 大家注意看一下 前面的范例里面 我们有提过那个 平行版的横向位移的问题 最后出去会跟 原来入色光是平行的 所以 1这个选项是对的 它满足了 后来的光线 要跟原来光线平行 还有蓝色的光转折 比红色光明显 这两个条件 我们下转的光线